早上好,我是娃娃妈妈 盛起一杯温水,补充睡眠流失的水分 开始做早餐了 今天只用做我跟孩子两个人的早餐 早餐也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喜欢种类丰富点 先来打一个豆浆 放了腰果,燕麦,红豆 选择快豆浆模式 再来切一点包菜 切成丝 加三个鸡蛋 再放入一点黑胡椒盐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烤盘上喷点油 把包菜放上去 烤盘一边带牛排纹路 用来煎烤肠和培根 待包菜定型之后就可以翻面了 给它中间分成两份 放上培根和芝士 对折起来 最后加一点黄油 两面各煎一分钟 怕胖的姐妹可以不用加黄油煎 我觉得这样更香 放上芝士酱和番茄酱 再倒上我们的豆浆 一顿丰富营养的早餐就做好了 这也算得上是减脂早餐吧 不开火无油烟 做起来也特别快 吃完饭就开始下楼逆行核酸了 外面秋高气爽 小区里的树木都已经开始变黄了 秋天的景色是最美的 大家觉得呢 刚刚去婆婆家给拉了不少鸡蛋 给它放冰箱冷藏起来 把早晨用过的餐具清洗一下 再把豆浆筋和烤盘清洗出来 小厨房承载了我们一日三餐 收拾干净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用途 自从入手的除满仪 基本上隔两天都会吸一次 没想到床单被褥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灰尘 保持干净才能更健康的生活 用蒸汽托把把地面湿擦一下 边擦边能释放140度高温 杀菌还干净 上次入手的磨灰砧板刀架消毒器的赠品到了 磨刀器和筷子拟盒 大家有需要入手的可以报娃娃妈妈 领取粉丝架和赠品 进入秋冬天气变冷了 我入手了一个卵菜板 再也不用担心孩子放学回来饭菜凉了 它可以一块加热 也可以两块一起保温 钢化玻璃的材质容易清洗 还不易烫手 温度由60-90-130度 定时是1小时3小时5小时 可以同时放6-8个菜 而且折叠起来不占地方 晚餐准备包一个 鸡角梅豆花生汤 这个汤对女士特别友好 秋冬了我们应该多喝一点汤汤水水滋补 用气锅炖汤选择炖汤模式2小时 再来煮一个低卡饭 带有的电饭包 在煮饭的同时还能带搅拌 这样米腻受热更均匀 买了几只螃蟹 准备炒一个蒜蓉西兰花 西兰花我习惯焯一下水 这样能去除表面的虫卵 放上油放上蒜末 稍微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调料我就只加了盐 这样就挺好吃的 汤已经煲好了 加点盐和枸杞 买回来的大炸蟹 我们只需要给它兔兔沙泥 再放上葱姜 上汽之后蒸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老豆腐过一下开水 准备做一个麻婆豆腐 蒜末辣椒酱 我们家里人都爱吃麻婆豆腐这道菜 加点淀粉水勾芡就可以出锅了 也非常简单 用这个锅成菜 一点都不用担心挂毙 因为喊的公公婆婆来我们家吃饭 所以临时又加了一个菜 家里平时可以备点这样的酸菜鱼一包 不想做饭的时候 5分钟就能做出来一道菜了 看看我们的低卡饭 里面带的搅拌棒在不停地搅拌 所以米饭很松散 下面的溺水盒溺出来的米汤也是很粘稠的 带走多余的淀粉 由于它独特的加热方式 做出来的米腻是非常饱满的 口感劲道 饭菜都做好了 公公婆婆还没有过来 正好用暖菜板把饭菜保温 它的加热非常快 选择60度保温状态 这样即使吃饭慢 也不用担心饭菜凉了 特别适合兰方的小伙伴 哇你以后长大的也喂你奶奶行吗 这个季节的大闸蟹味道非常肥美 满满的蟹黄和蟹肉 可惜老公就没有这个口福了 好了 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见 感谢大家